山竹 燒美飯 武達 正派 導演 被人出賣 當然是湯瑩瑩的 想死 老婆先 黃金兄弟 易留大叔 賢希公 陳浩嵐 正希見 半價 假都要說一句 生哥 小朋友 五角形男在二十年後再合作一部電影 感想是甚麼 夢想城鎮 因為我們談過這個項目 起碼五、六年前 當年沒有這個概念 不是拍甚麼 沒有投資者 放在一旁 2015年時 智慧想了一個劇本 很適合我拍 很希望我們五個古惑仔一起拍 我馬上有畫面 好啊 我怕會變卦 馬上找編劇吧 有今生有來世 這是我們第一天在日本開鏡 之前 智慧說給我聽 有一個對白 我寫了出來 我覺得很好 他就說給我聽 我馬上有感覺 其實他們說真正 是幾局 幾定了我們兄弟情的局 智慧也有恭喜過我 他說 錢家樂 你們終於有一部五兄弟 很多年後 你都會回味無窮的一部電影 就相等於當年 和譚美麟拍的一部雙城故事一樣 一班很好的朋友 甚至為兄弟可以有一部電影 讓你們是很懷念 很開心的 共同擁有 很多朋友知道我的監製叫曾智慧之後 他第一句問題就是他有沒有出現的 的而且我要和他澄清 就是他真的和我並肩作戰到最後一部 這次我都未見過這麼樂力的曾智慧 他也是一個投資者 所以我真的很多謝他 我知道這部電影是超支超得很厲害 他亦都在我拍攝當中 他真的不會令我很大壓力 在資金那裏 是會說超支之後 我的構思要局部去削減某些設計 所以大家如果看過都知道 一部很久違的香港動作 好像成龍級的電影 很多記者、傳媒朋友 看過的朋友都跟我說 太久沒有這些電影 香港亦都我覺得 需要一部這樣的電影 因為我們香港電影的而且 是可以去到這些水準的